好 同学们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那么刚才例题一呢 我们用三个方法来讲 对吧 我相信同学们已经心里有数了 那么哪些方法好呢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题目 说假以二人 他们欲 欲就表示想要的意思 OK 想买一件商品 按照标价呢 假贷的钱呢 少四十分 以贷的钱呢 少四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发现以贷的钱应该是总价了多少 四分之三 好 四分之三 经过讨价 他们还可以讨价 可以打九折 于是他们呢 合买了一件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呢 钱多出来二十八块钱 合买就多了 明白什么意思吧 这件商品的标价是多少钱 那么这道题呢 其实我们用方钱的方法呢 是可以做出来 OK 用单位一份数也是可以的 明白吗 在这里呢 我们三个方法呢 不会同时用了 我讲其中一个方法 而且我讲这个方法的时候 可能跟我们另外两种方法可能会有一点点结合 好 在这里呢 我们这道题呢 我们可以用单位一的方法来做它 单位一的方法 在这里呢 我就不画那个图了 画那个单位一 那个有可能更乱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后面它是没有打九折 说明单位一已经不是单位一的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画那个图 我们简单来写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 假带的钱啊 差四十块钱 明白什么意思吗 说明这就是单位一 好吧 单位一减四十块钱 这是谁的 假的 这是假的 乙的钱呢 是多少呢 是不是四分之三 我就画个圈 乙带的钱是这么多吧 好 它们两个合起来呢 应该是多少呢 是不是这个单位一再加四分之三 再减四十元 这元 先写下 是不是合起来的钱 是啊 合起来的钱怎么办呢 我去买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打了几折现在 九折 打了九折 是不是变十分之九的 嗯 是不是 打了九折就是十分之九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比九折的钱还多多少钱合起来 多二十八 多二十八 是不是你得再加二十八元 才等于我 哦 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所以说你发现了 这个时候就好理解 我把那个单位一或几分之九都放一边 是不是 我把它放一边就变什么呢 单位一再加多少 加四分之三 这我打个圈圈表示它不是具体的数值 OK 它表示占几分之九 OK 好 再减去多少 十分之九 把点四十一个来说变加了 是 四十加上二十八 等于多少 六十八元 说明六十八元是不是对应这个 是不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用六十八除以它所占的比例是不是就可以了 用六十八除以这一堆 同学们能理解吗 能 能理解吧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题过程 你发现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来 根据分析啊 我们就发得到这个式子是不是 这是六十八吧 除以这个式子吧 同学们能理解吗 能 那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等于八十元了 这要题我们是不是就讲完了 是 当然这要题还有别的方法呢 在这里我简单点一下好吧 我简单点一下 我们退出去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用方程的方法的话 假设标价为X元吧 来我们看一下 假是不是就是X减四十 而以就是多少 四分之三 那它们两个加起来 是不是比多少 比它的打折以后还多 二十八 打折以后是不是十分之九 X加二十八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解除X一下就等于多少 八十了 是不是也可以 是 好 这是一个方法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用分数的方法也行 怎么用分数呢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 假带了钱差四十 你带了钱少四分之一 说明总的钱数是谁的倍数 四 对是四的倍数 我就直接假设总钱是多少分 四分 对假设总钱 总钱等于四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总钱是四分 以带了几分 以带了三分 以带了四分 三分假带了多少呢 四分减四十 四分减四十是不是 它们两个合起来是几分呢 七分减四十 对不对 七分减四十呢 我们就发现 它比标价的十分之九 还多多少 多二十八 多二十八人 标价十分之九是多少呢 是不是四分乘以十分之九 是不是 好了 到这个地方有同学发现 老师 我刚才还不如假设 总共是四十分 四十分才好 对不对 聪明同学们 其实你不看到后面 你哪知道它应该是四十分 对吧 好 我们呢 我们马上把它改四十分 如果改四十分的话 总价是四十分吧 好看哦 那假就是几分 四十分减四十元 而乙呢 三十分吧 它们合起来是几分 七十分减四十元 那么这里合起来 比它打九折还多二十八 九折是几分呢 三十六分对不对 所以说七十分啊 我们减去四十以后呢 我等于三十六分 再干嘛 还多二十八 这个时候是不是又能求出一份 哪多少呢 我们很快求出一份等于两二 是吧 一份是二的话 那四十分可追出八十元了吗 是不是又出来了 是 同事们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道题 那刚才的解决过程呢 同事们呢 你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 OK 好 同事们呢 我们呢 应该找到感觉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